2010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 有13个国家共128件作品参加评选 其中主办单位更选出8件得奖的台湾学生 代表台湾出国参展 看到里面的同学 有些作品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看到我们的高中学生 这么样小小的年纪 可是他们做的研究确实很深的 有些甚至都做到医学界在研究 还没有发现的东西 因为国中时受到科学人杂志的启发 让现在就读建中一年级的肖继威 开始进行可变倍率透镜的研究 现在更因此申请到两项专利 那时候改变液体的量 让它就可以变凸透镜 或者是抽出液体就可以变凹透镜 所以后来我就进对它薄膜 里面的填充液进行的 就找到最佳的薄膜 然后最佳的填充液 除了发明专利造福大众之外 来自磐石高中的两个女生 则特别关注充斥市面的奈米产品 小小年纪却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透过研究 他们更能提早在高中时期 就体验精密的研究工作 他可以在我高中时期就培养出一些 我认为是研究者的一些性格 他们会很高求我们要自律 然后要很主动积极上进进去 这样子 那是在一般高中学校比较难学到的 记者樊德平台北采访报道